你来了 滚开 可是你明不明白 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心里始终会有个缺口 这是你替代不了的 我不会离开他 我答应过拳拳 我会一直陪着他 你的身体又比我小 你们别再玩感情游戏了 给我好吗你 我们三个去做一个 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蛋糕 好不好 好 感谢你没有放弃他 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多了一个亲人 早上严律师把起诉同意书发过来了 我已经放你桌子上了 需要你签字 起诉同意书 起诉谁 明慧姐 你不是要抢回小拳宝吗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不知道啊 是董事长说你 董事长 你又打我小报告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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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找的儿子 这不是好事吗 那我就顺带跟董事长说了一下 那起诉书是怎么回事 董事长说你既然这么希望小拳宝 那就一定要帮你把它抢回来 我什么时候说我抢回来了 董事长说的 现在是我说 终止起诉流程 行 我马上去办 董事长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的事情 你来了 滚开 我说 不是 敏荒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 你现在解释 为什么又不解释了呢 为什么又不解释了呢 你快说啊 说你接近我跟泉泉 不是为了博到好感 让你在打官司的时候 多一些胜算 说你在这段时间 对我跟泉泉好 不是有目的的 说你从来没打算 把泉泉从我身边抢走 你说 好 我承认 我一开始接触泉泉 是想多和她待一段 培养一下感情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 你觉得你说这些我会信吗 你从来没有想过 把泉泉从我身边抢走 你却已经找了律师起诉我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从来没找过律师 辛琪我知道你怎么想到 因为你觉得五年前我骗了你 是我先欺骗了你才有的泉泉 你恨我 没有告诉你 是直接把泉泉生下来 所以你觉得哪怕你把泉泉 从我身边抢走 也是因为我欠你的 也是我活该 对吗 不是 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你五年前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当时怎么回答她 你说你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辛琪 你真的太残忍了 你知道吗 我可以接受你恨我 你可以把全部的怒火发起在我的身上 我全部都接受 但是泉泉不行 没有人可以从我身边抢走圈圈 你也不行 你也不行 你别向你